今天讲一下这个宝马5系的老的5系 国外的平台叫160的这个车型 安装我们的安卓打航的情况 当我们打航装上去之后呢 跟原车是一比一匹配的 原车的信息在我们上面显示也非常清晰的 原车的时候呢 它的FM我们看一下 这是原车的收音机 这是原车的功能 再看一下原车的CD 原车的CD的时候呢 也是在我们上面可以正常播放的 那这个车型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要切放我们的加装系统的话 必须要手动的AUX 手动的AUX是怎么操作的呢 首先按Melo键 进入视频设备 在这个显示外接音频的时候呢 按一下确认键 这个时候 已经切到AUX了 然后我们再长按Melo键 这个时候呢 就进入我们的加装导航了 那加装的安卓导航呢 我们先听一下音乐 在原车音乐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声音大小 可以控制的 再看一下我们的上一曲 也是可以控制我们加装系统的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这个旋钮 也是可以控制我们上下一曲的 这个时候 iDrive上面的Melo键 也是可以回到我们原车组界面的 那这些功能呢 蓝牙功能呢 导航啊 高清视频啊 这些跟我们以往介绍的我们的产品 是差不多的一样的 在视频播放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上一曲下一曲 按原车的 也可以上一曲下一曲 然后呢 我们轻轻触摸一下 就是全屏了 那再看一下我们的导航 我们的导航也是使用了高德地图的一个 高德地图的一个在线导航 我们试一下 我们车主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原车收音机或者CD的时候 我们导航是怎么实现的 那我们现在就演示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原车加装系统 那我们要切到原车的 比如CD 然后向西南方向行驶 开始导航 前方550米左转 我们按照原车收音机的时候 原车收音机响了 我们的导航呢 它就是从原车的左前喇叭出来的 它跟原车是非常匹配的 不影响我们收听原车的收音机 或CD 前方200米左转 进入会员中路 好 这些试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试一下我们这个倒车的发面是怎么样的 我们当显示倒档 大家看得到倒车的发面 倒车的发面的时候你们看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方轨迹方向盘旋转的时候这个轨迹是跟着转的 然后原车的轨迹也是在显示的 好 我们前进一下 这个时候 大家原车的轨迹一样显示 再看一下 这是原车的轨迹 原车的轨迹 好 大家看到了 这就是原车的整个功能颜色 今天我们这台车就演示到这里